第二 九題 使用天瓶時需注意使用步驟及技巧來提高測量的準確度 則有關於天瓶的操作下列敘述何則正確 A 天瓶不能在月盒上使用錯 只要有重力的地方就可以使用天瓶 而且測量結果會相同 月球有重力 月球可以使用天瓶 選項 B 測量粉末狀的物質時 因在襯盤上加放測量子之後再歸零 這個是對的 那我們為了要避免傷害天瓶 我們會放測量子 那為了歸零能夠準確 我們會先放測量子之後再去歸零 選項 B 是對的 選項 C 使用生鏽的砝碼 不會影響天瓶測量準確度 這當然是錯的 砝碼生鏽了 質量就不一樣了 所以當然會影響到我們測量的結果 準確度 所以選項 C 是錯的 選項株 操作天瓶時 質量較大的砝碼 應放置在靠近 襯盤邊緣處 這個是錯的 上課老師講過比較重的砝碼 應該要集中在中間 放在中間 這樣才會比較穩固 同時呢 我們盡可能的少用砝碼 就是如果是有個五公克的 就放五公克 不要放一個兩公克 再放個兩公克 再放個一公克 就直接放一個五公克就可以了 這都是上課的時候老師提示過的事情 所以29題問我們說 則有關天瓶的操作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 B 撐涼粉末狀的物質時 應在襯盤上加放撐涼紙後再歸零